好 接下來我們講這個 大會在問 佛說大會 一切因緣生有兩種 一個是內緣生 一個是外緣生 那個外因緣生就是 以泥團水葬輪神 人工等緣合合而成品的 這個就是經過你造作的 就是外緣生 那內因緣 內因緣就是 你的無名 內因緣就是因為你的無名愛愛 這些運介出諸法 這個就是內因緣 所以要知道內因緣生跟外因緣 就是這個 你從無名這邊開始 這些就是內因緣 外面這些東西就是外因緣 就是你有所造作的 有所造作 我要製造這個筆 它必須有很多個程序 這個塑膠 蓋子 那個什麼 那個墨汁 這些都是外因緣 這是那個比較廣大的一個概念 其實它就是因 再比較細膩一點就是說 這個因 探討這個因 我們來看 大會啊 因有六種 叫做一個是當有因 然後相屬因 相因 能做因 閒了因 官代因 總共有六種 那這個啊 什麼叫當有因呢 當有因就是 內外法一併為因而生果 這要怎麼說 內外法一併為因而生果 這個 這個 你如果從這邊看 就是內外法 內法外法 一併為因 產生出來的果報 這要怎麼說 這個喔 打個比方啊 內 那個什麼 內法外法為因啊 而生果啊 那個果就說 那個果 你看到這個果 一定有一個像 一個果像啊 一定有一個像 好 那我們 打個比方啦 比如說這個電腦啊 然後這個 我們電腦 這個電腦的果像是什麼 我們可以玩啊 可以看啊 這是它的果 對不對 啊這個 這個是一個電腦 比如說電腦這個 提到電腦 這個電腦就是要讓人能夠玩 可以操作的啊 這是它的一個果像啊 啊 電腦怎麼沉呢 電腦怎麼沉 它電腦裡面 比如說這樣一部電腦嘛 電腦這個名像是 你可以玩的 你可以操作的 這是它呈現出一個果出來嘛 那回到這個電腦啊 對不對 這個電腦 我看到這樣的是一個電腦 你就看到 看到這樣是一個電腦 是外向啊 外法 這是外法 啊 啊內法是什麼 內法是裡面有很多的零件 組成這個東西啊 就是內外法 一併為因啊 所現出來的一個果 那個果就是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可以可以操作 齁 這是那個那個什麼 當有因啊 好 接下來齁 接下來齁 接下來是 相屬因 相屬因 就是內外法 一併為原 而生果 這個電腦是嗎 就是說 呃 不讓我看 所以呢 它這個是一部的這個外向嘛 對不對 齁 好啊 裡面有很多零件嘛 接下來啊 這個這個這個零件 你要怎麼 它為什麼可以成這樣 就是說 以什麼什麼樣的 什麼的因能夠成就這樣的一個圓 什麼圓呢 以這個一部電腦的圓 對嗎 這就是齁 就是一個是因 一個是圓 那講到這個圓的時候 表示說 一定有一個東西 來完成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一定有一個原因來形成 來完成這個圓嘛 齁 所以因跟圓這個概念齁 要知道齁 所以你看齁 它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 是 它說 內外法一併為圓啊 而生果啊 對不對 啊 就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呃 你一定會有 會有人去設計它嘛 對不對 來設計裡面的東西嘛 才會 這個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這個圓 就是有人會來設計它 對不對 它說 這個啊 不管是你形成這個電腦 或者是說裡面的零件 這都是 內圓跟外圓 齁 這一併為圓 所以它才會產生 這樣的一個一個果項出來 齁 這雖然是一個 不是翻轉過來一個概念 但是就是說 你 以這個當陰 另外一個就是以這個當圓 如果以這個當圓 那勢必有一個陰存在啊 齁 那個陰是什麼 那個陰就是說 有人會去造作它 造作出 齁 好接下來啊 項音 剛才講是項屬音啊 接下來是項音啊 項音就是 互為果項啊 持續不斷 齁 這什麼意思 互相為果項啊 這個 這個就是說齁 這個電腦是怎麼來的 一定是那個什麼 有一個設計的團隊啊 齁 然後有一個生產的團隊吧 齁 才會有生產租這部電腦出來嘛 齁 那個那個就是一個什麼 互為果項 那意思就是說好 你我們 比如說你要去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3C的那個商品裡面 你要去買買電腦啊 齁 你要去買電腦 我要買一台 它呈現出來的就是電腦啊 齁 可是這個電腦是怎麼來的 對不對 這個電腦 一定是廠商在那邊生產出來的啊 這不是互相為果項 我要買電腦 這個電腦是從那邊 那邊那邊那邊製造出來的 齁 就是這個意思 齁這個能做音啊 齁 這一切法齁 均能作為成就自身之爭上緣 如轉輪勝亡啊 齁 國人得安樂啊 轉輪勝亡大家知道嘛 齁就是說 你一個有得的一個 有得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領導者啊 齁 那些 屠眾啊 自然就會安樂嘛 齁比如說你是一個 暴君 你的 你的國家絕對是不會 安和樂利啊 你是一個人君 齁 齁 你的國人一定會得到安樂 齁 這個這個這個什麼意思 比如說好 我們這個電腦齁 齁 這個電腦一個廠家要生產這個電腦啊 他他是不是要需要很多的人所來完成 很多的時候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什麼 我必須要支付這些人的工資啊 讓他可以生活啊 齁 這就是一種增上緣 齁 這就是一種增上緣 齁 齁 這個這個電腦多少錢我買了 啊這個廠商就有利潤嗎 然後呢他他所得利潤他可以去 去什麼 去資深他的員工 齁就是這個就是一種增上緣 齁這就是能做音啊 齁 比如說剛才我們講說啊你這個 這個電腦你一直一直在在怎麼樣 他互相發明啊 就是說 就跟手機一樣嘛齁 手機啊 越 越新的那個功能就越好 電腦也是一樣 就越新功能就越好 就越發明 你知道嗎 被接近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人腦 齁 齁這個就是那個閒聊音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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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不好 你的市场自然就不好 这就是一种关带音啊 这个在讲的这六个音 讲这六个音 到底是在讲什么 这个六个音我们讲说 一个是什么 相音 相属音 还有什么 单个音 相属音 相音 能作音 能作音 阿哥什么音 闲聊 关带 你说我们刚才这样讨论过 你了解 佛在讲说这个音 这个音的 讲这音连相 那这个音啊 这个音 你虽然是 我们分别别例子是这样子 通通都是这样 通通都是因为你的虚用分别 所产生出来的 因为前面啊 前面讲的 前面讲的 菩萨修行事法 就是说 你 你就是要 达到那个什么 不生不昧的 那个境界嘛 那么在不生不昧的境界 达到那个是 他这些啊 都是我们众生所需要 那个什么 那个 断媚 所需要清静的东西啊 这个 这个就是 那个 有六种因 这六种因 都是 虚用分别 把虚用分别 虚用分别 像 再把它深入 解析 解析成这六个 六个现象 那从我们的那个 一般的那个 我们生活 生活面的现象 就刚才比 比喻啊 用这个电脑 你要怎么样 变成这样的一个果像 这电脑就是一个果像 你从这个果像啊 去一直去 去探讨 探讨就是六种的原因 就六种原因 你反过来看啦 反过来看 就是说 我们在修行精进的过程里面 修行精进的过程里面 我们上次讲说 那个什么 那个 十地啊 十地的每一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什么 第一个境界是说 你 你那个 要那个什么 那个圆啊 你为了要求得 那个什么 求得菩提 你要为了要求得菩提啊 你要圆满你那个愿 圆满那个愿 出地菩萨 这个就是说 你了解啦 这个东西啊 从这边 五行 从这个那个五行主法这边啊 一个一个去探讨 这些都是 我们所要找的因啊 为什么会有这些果相出来 这个都果相哦 这些 虽然我们讲说境界嘛 那个境界就是 所呈现出来就是一个 一个相状啊 这个相状啊 就是 这个因这边是果啊 好 这边都是果相 对啊 所以就是你去探讨 从这个每一个果相里面啊 它到底是哪些因缘所造成的 钉钉塔塔 就是这 就是这样把它解析开来 这些因 所以 总和起来呢 这些都是虚弱分别嘛 深处探讨下去 就是从这边一直往这边推 一直往这边推 所以这个 比较粗略的讲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当有因啊 当有因就是说我们说 内外法为一并为因 一并为因 内外法为一并为因 就是说你这个 内外法大家知道嘛 就是把这个当作是因 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果相 就是众生的 呈现出来的果相 内外法 另外一个就是内外法一并为原 这个内法跟外法 一并为原啊 这时候 会怎么样 因为众生的愚痴就是没有办法去探讨到说 一切诸法由今所现 众生与词嘛 不知道嘛 所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圆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相书 你知道 所以从这样去 从整个你去 一个一个去深入 展开出这几个那个因缘相出来 这是那个啦 这六种因 好 那接下来 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就是说 这是以众希望分别 竟不是剑刺 不是剑生 也不是顿生 为什么呢 大会 若顿生的话 那做跟所做啊 就没有差别 顿生啊 就是就没有那个 你一旦 一旦 那个顿悟啊 你一旦顿悟啊 当下顿悟 他就没这个了啦 像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你已经正入那个真理 对不对 正入那个真理啦 你就不用再去观察啊 不必再去想说 那个到底 那个真 真如本性到底是什么 你就不用啦 就不会像我们那么辛苦啊 对不对 又做又 又赌啊 那么辛苦 不然他顿悟就 就没了 就是那个意思 啊 建悟啊 建修就是 就是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建修啊 大会啊 所以 那个什么 做跟所做就没有差别啦 那个 他的音像 就 不可得 音像不可得 那个音像 就是我们 我们在前面几章 不是有讲到那个 那个什么 外道的音像 跟佛法的音像啊 不一样 对不对 外道的音像是什么 外道的音像就是 一切诸法 以我所做 外道的音像 佛法的音像是什么 佛法的音像 佛法的音像 佛法的音像就是 就是我们讲那个 那个 你说一切 那个什么 你的尊主本性啊 他的音像尊主本性啊 这个尊主本性 他会生出妙法 对不对 那是他的音啊 他可以生出妙法 那个什么 外道的音像 就是我啊 我是从哪里来 讲不出来 对 那个外道 外道的那个 那个 不可思议的 不思议的音像 就是我啊 我呢 我是最顶点啊 我从哪里来 他就 讲不出来 佛的那个 不思议的音像 就是尊主本性啊 尊主本性 你看不到 摸不着啊 刚刚讲说 看不到摸不着嘛 可是他就会 会怎么样 会有那种 生 会有那个 生 生出妙法的 那个功能 会有生出妙法的功能 所以他才有 能跟索吗 对不对 那个外道有没有能跟索 没有 那个就是音像 那就音像 如果健身啊 求其 体相不可得啊 就 喂生子的时候呢 就 你还没有 生出小孩的时候呢 就没有父亲的这个名像 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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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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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法 自相共相 惜皆無性 是因為虛妄事身 自心獻出分別見 因此之故 因離什麼 因緣合合相中 見生頓生之見 所以這因緣 這些東西啊 意思就是說 我講說因緣合合相 就是這些無因諸法 沒有合合也沒有因緣 我們那個人已經學過嘛 就是說你的自性啊 非因非緣 非合合非不合合 非自然也非不自然 這個就是你的自性啊 所以這些 就沒有所謂的 鈍跟劍的那個分別 這樣子啦 這邊就是講這個東西 這是這一張啦 所以會感覺 會感覺會比較陌生一點啊 但是就是說你多去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都是在講那個什麼 比較喪勝的法門啊 都是從這個圖騰開始 就是去探討 探討 那個什麼 從虛妍分別這一點 開始去分析 那從虛妍分別開始啊 就是你一個修行者啊 你怎麼樣才可以 才可以修行的那個 那個什麼 刺激一個一個的往上升推 啊就所獻出來 你要在什麼樣境界 要修行什麼樣的法門啊 尤其這個虛妍分別 這虛妍分別 它是怎麼樣的那個獻出來的 這個就是這部經裡面所 所講的都是一個大菩薩的那個修行法門啊 所以那個什麼 你比如說 比如說這張 我們上次覺得 感覺說上次講的 那個讀過以後 就覺得好像不太圓滿 那我們再來 再來複習一下 再來溫習一下 那就會更圓滿 希望 就說 那個怎麼樣 希望我們今天再讀一次啊 那個印象啊 會增加一些啦 印象會增加一些啦 這就是這張主要的那個什麼 意義 所以這個 每一張都是在 都是在 講說 我們怎麼樣去課 那個什麼 去斷除那些無名 斷除那些虛妍分別 就是一個大菩薩裡面啦 大菩薩的修行啦 你要修的哪些法門 一個一個把它 把它了解 把它克服 你慢慢就 就會成就在那個經濟裡面 那個益生生 我們再強調一下 就是說 益生生喔 這邊講 我們可能會認為說 你起心動念 你起心動念就可以了 因為喔 我們 我們那個 修禪定的人喔 就是 最忌諱就是 起心動念啦 那一般 大眾也是一樣啦 就是說你要成就啊 最忌諱就是 要起心動念 但是呢 當你進入到那個 不生不昧的時候啊 不生不昧 我們說說 無功用啊 你進入到那個 無功用作為的時候啊 你 那個念頭 你不必起心動念啊 你一旦 第一個就是 你不必起心動念 第二個就是說 縱使你進入 你起心動念 那個念頭 也是也是真的啦 當然就是 你要進入那個 定徑啊 那個定徑要 要那個 要聚足 要聚足 所以 在還沒聚足的時候 我們盡量就不要去 起心動念 不然你喔 你起心動念 看的喔 都是 都是鬼 那個 很重要喔 那個 上禮拜我不是 分享都 建佛那個啊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喔 那個建佛不是說 你要建哪一尊佛 不是這樣啦 不是這樣子 但是也不是 也不是 怎麼講 那種 也不是一種 內心的幻化 不是這樣子 所以 那個什麼 我們說 我們在修三昧 藉著什麼樣的 藉著什麼樣的法寶來修三昧 那只是一個媒介而已啊 那個只是說 我們要 要得三昧的境界 的一個媒介而已啊 比如 我要修得那個三昧啊 我藉著什麼 比如我們禪定啊 我禪定 禪定 得解脫啊 你得解脫之後 才會進入三昧嘛 這個解脫到三昧之間 這個解脫就是一個媒介啊 所以 你如果沒有解脫 沒有得到三昧 你知道嗎 這個概念要有齁 所以 那個什麼 你如果 那個建佛 不是啊 我希望我來建阿彌陀佛 你如果這樣想 一定阿彌陀佛給你建 那個不是阿彌陀佛 那個一定是鬼 那個就是起心動念 所以 那個 建佛就是說 當你這個啊 你這個 這個都是剛剛講的 就是你 這個 一切都沒有了 一切都沒有了 你進入整個虛空 進入整個虛空 該跟你建的 就跟你建 你看那經典上 經典上說 那個 菩薩啊 或是佛啊 佛佛相見啊 菩薩見佛啊 那個是為什麼 那個就是 進入在那個法界裡面 那個定功啊 定功具足 進入那個法界裡面啊 那個時候就可以啦 那個時候就可以啦 所以 講的 講的一些什麼神通 那是在法界裡面 那是在法界裡面 所以 你就千萬不能起心動念 起心動念 真的那個是 你可以見到的 可是見到我跟你保證 百分之百都是鬼 不是真的 好 好 我們這一篇就組到這樣 今天本來想要再 下一個進度啊 那沒時間了 我們下次再繼續 這一張喔 會是陌生一點 那請大家再繼續給他 回去再溫習一下 好 我們到這張 謝謝各位